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你知道我们读经我们解经的几个原则 第一个是圣经上下文 第二个是它的时代背景 然后第三个是作者要说什么 还有我们的平行经文等等 所以你知道圣经作者写下这个话 或是在什么时代背景说这话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让我们直接来看第一页 好 这是我们的圣经历史 你看哦 第一个时段 先看 这边有写亚当犯罪 你知道吗 有人认为好像亚当 比如从亚当 比如说亚当九百多岁就死了 然后就亚当然后再加塞特 再加下面就是加到现在六千多年 所以他们就说 这地球只有六千多年的寿命 事实上这所谓神学上的地球年老论 地球年轻论 可是你知道吗 亚当受造到亚当犯罪 中间到底有多少时间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很可能亚当犯罪 跟亚当受造 亚当总不会受造 隔一天就去犯罪嘛 对不对 拜托一念缘那么大 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其他的视频 我们也有讨论这个题目 OK 好 亚当犯罪那天开始 到现在 算起来好像是六千多年 OK 好 没关系我们来讨论 亚当犯罪 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 十九章这个中间 这个时间是这里 所谓的无律法时代 无良心 没良心时代 不是的 是没有律法的时代 是按照你的良心的良心时代 他也在恩典里 不在律法里 所以你以为整个旧约都是律法 不是 只有出埃及记十九章 开始 一直到耶稣基督完成律法那一刻 那个时候是律法时代 你知道律法里面最优秀的人是谁 当然是耶稣 因为他生在律法之下 好吧 那第二优秀的是谁 就是大卫 最最优秀的是完全的神 跟完全的人 耶稣基督 他完全律法所一切的要求 他完成律法所一切的要求 所以天地废去 神的律法 一点一滴也不废去 都要成全 耶稣成全律法的一切要求 所以给了我们那一切的祝福 他为我们成全律法的要求 我们接受他给我们的成全 我们就得到了成全律法 该有的各样的奖赏 可是你看除了耶稣之外 你看大卫那么的优秀 那么的倚靠神 那么的你看他还可以杀扫罗 他不杀扫罗 他因为扫罗世界化受高者 他不断不断的有那样的 神的性情出来 可是到最后 到晚年 他睡觉睡到太阳要下山 然后去偷看别人洗澡 偷看别人洗澡之后 还上了别人的老婆 上了别人的老婆之后 还想要掩盖 还用 还滥用公权力 然后想要杀他老公 然后弄不了 想要先灌醉他 又不行之后 想要杀他老公 然后滥用公务人员 乱用自己的权力 最后杀人老公 然后最后神怎么样 还是管教他了 OK 这是律法里面 最优秀的优秀的人 OK 可是反之 亚伯拉罕没有在律法里面 你看他犯罪 他两次把他的太太 说成妹子去骗人 神有处罚他 没有他得到更多的奖赏 OK 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看 如果你对刚才那种有兴趣 我们通通都有不同的视频 OK 你看律法时代的最后 是谁成全的律法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 成了那一刻开始 律法就成了 成就了 而成了之后 旧的约成全了 我没有说旧的约被废去 一点一滴都不废去 就很像一本合约书 你跟人家签了一本合约书 如果你做过一些公家公共工程 那个我们曾经有这么大本的合约书 一本 成全了 我会放在家里面 我们放在公司里面 去证明我们这个合约已经成全 他没有被废去 可是他被成全了 OK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成了 成了 成全了 所以新约开始进到那个 你看最最最最最最右边的那个恩典时代 现在我们在恩典时代里面 已经两千多年了 我们不晓得恩典时代还有多久 真的是赶快来信耶稣吧 我们真的不晓得恩典时代还有多久 有一天 福音 不是你想听到就可以听得到的 真的七年大灾后会来 我们要预备 OK好我们继续来说 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请问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什么时代 答案是律法时代 他在十字架上面说 成了那刻开始才进入恩典时代 我们才在恩典里 所以你要在耶稣在律法下面说的话 跟保罗之后的恩典时代里面释放出来的 神透过他释放出来的恩典的真理 恩典的福音 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部分 请看下一页 好 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 你看马太福音六章 马太福音二十几章 耶稣台上十字架的 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代表 耶稣还在世上 还在律法时代里面 还在律法时代里面说的话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OK 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会很担心 你看我没有饶恕别人的过犯 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 糟了 所以我如果不饶恕 神就不饶恕我 怎么办 还好 你要知道这个的背景 时间是在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之前 还在旧约 还在律法时代里面 我们再看下一页 在新约里耶稣说成了 耶稣为我们死了 因为我们三天之后复活之后 保罗写的哥罗西书他怎么说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你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 我们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要怎样饶恕人 你看中文写什么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如果你去看英文 或是圣经西大文原文 你会发现是完成式 主已经饶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怎样饶恕人 你会发现新约跟旧约的不同 我们再看下一页 以弗所出四章三十二节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 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我们中文也翻出来了 上帝在基督里 饶恕了我们一样 我们彼此饶恕的原因是因为 神已经饶恕了 神已经先饶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彼此饶恕 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所以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 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跟生命的主 你就被神饶恕 你被神饶恕你就有力量 才能够彼此饶恕 所以旧约下面你饶恕人 神才饶恕你 在新约下面神先饶恕你 让你有力量去饶恕人 让我来为你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 这个美好的新约 各样美善的恩赐 各样全面的赏赐 从重光之父 透过耶稣基督就赐给我们了 然后我们就能够得到 许许多多的美好 美好的恩赐 无论是属灵的 或者是各样实质上面的 使我们灵雨魂与生死 都得到饱足 然后我们得到这些饱足之后 我们有力量能够彼此饶恕 因为主已经先饶恕我们 我们有力量彼此祝福 而且把这美好的耶稣基督 传扬给世上每一个人 祝福你 经历全辈上帝的祝福 更认识耶稣基督 并祂钉十字架 得到各样的美好 然后把耶稣基督传出去 奉我耶稣祷告阿们